当我们讲到三位 你第一个想到是什么 是这个 这个 还是这个呢 我想在这个影片带你去了解三位这家公司 看看他到底是怎样赚钱 他们值不值得我们投资 还有 他现在是不是 很便宜 不想错过 就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 嗨 我是乐雪 欢迎来到频道和我一起快乐学习吧 这个频道主要分享一些金融数据 与投资理财的资讯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就记得 点赞 分享 和订阅 当然也不要忘了把那个小铃铛 打开 三位 全名为三位berhard 或者是三位group 股票代码为三位5211 当我们讲到三位 我们往往都会联想到 三位pyramid 三位lagoon 三位university 三位hospital等等 但是 三位的生意 远远不止这些 三位其实拥有着 非常广的生意模式与活动 旗下有9个 分别是 和building materials 建筑材料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九个不同的生意模式 归纳成四个主要的生意板块 分别是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perty investment 这包括了 reed leisure 和hospitality construction 和strategy investment 战略投资 而strategy investment就包括了 trading and manufacturing quarry building materials healthcare and others 想要了解 三位这四个生意板块 到底个别是怎样为 三位赚取收入 我们就需要 明摆三位的 生意理念 也就是 build own operate 建造 拥有 经营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看 三位是怎样把他的生意理念 build operate 应用在他的生意上吧 当三位要开发一个地方 第一步就是 land bank acquisition 也就是 收购土地 然后他们就会进行 设计 与规划 之后就会进行 建造 而建造的部分也就会由三位 自身拥有的建筑公司来进行建造 那么讲到建造就会需要建筑材料 而就像前面说 三位旗下的生意也包括了 quarry 也就是彩石场 和building materials 建筑材料 而当三位建好他的建筑 他们就会进行sales and marketing 也就是推广他们的产业 如residential area 住家 然后把它卖出去 当然除了把建好的产业卖出去 他们也会选择去拥有 一些自己建的产业 然后自己去管理与运营 如商城 医院 办公楼 主题乐园等等 当然三位最后也可以把他所拥有和管理的一些房地产 打包成REIT 房地产指数基金 而当中的例子就是 SunwayREIT 股票代码为SunREIT 5176 被誉为马股中最多元化的REIT 旗下拥有 酒店 商城 办公楼 超市 工厂 医院 等等 而Sunway University和College 已在2019年的4月被纳入 Sunway REIT 简单来说 就像他的生意理念 Build Own Operate 全部都是由三位 一手包办 而当我们看他的收入构造图 我们可以看到 截止2019年的数据 property investment 贡献了总共37%的盈利 27%是来自于 property development 而construction和strategy investment 个别都贡献了大约18%的盈利 所以简单来说 Sunway是个 conglomerate混合企业 而他最赚钱的生意模式就是与建筑物和房地产有关联 Sunway其实除了马来西亚 他在新加坡 中国 澳洲 越南 泰国 总共10个国家 都有生意运作 而马来西亚是他的主要市场 占了总体盈利的大约 85% 那么明白了三位的生意与收入来源 就我们来看看到底他在疫情下的表现如何吧 截止6月30号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Sunway的收入与同期时间 减少了大约45% 而第二季度是处于亏损的状态 亏了大约400万令吉 那么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很好奇 既然Sunway旗下有这么多不同的生意 你觉得到底哪一个生意板块在疫情的大环境下 表现的 最糟糕 还是全部都表现的 不是很理想呢 其实应该不能猜 由于Sunway本身的性质 他旗下所有生意所产生的盈利 与去年同期时间比较 都有了减少的趋势 除了他旗下的investment holding 异军突起 比起去年同期是增长了大约20% 那是因为他有更高的finance income 财务收益 而当我们进一步去看 虽然很多生意板块都减少了盈利 但是就property investment 与health care的生意是处于 亏钱的 就像前面说了 property investment是包括了ledger 和hospitality 也就是主庭乐园 与酒店业务 所以亏钱的原因就不难猜 而为什么医院health care板块 是处于亏钱的呢 那是因为手术与病人的数量 在疫情期间都在下降 至于当我们看Sunway的现金流 我们可以看到现金以去年同期时间 减少了大约25% 至于他是否在一个危险的区域呢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 Sunway的流动资产 与短期负债的比例 我们是看到是0.84 简单来说他的短期负债 是比流动资产来的高 所以他的财务状况需要 投资者的关注 当然当我们看回往年的数据 其实短期债务都是占流动资产 蛮大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 Sunway有意发行新股 来筹集大约10亿令吉 来增加现金流 至于Sunway的股息呢 截止10月23号的股价 他的股息率 Dividend yield是在 5.41% 而他都是每年都会派两次股息 是于第1季度和第3季度派发 而他们看回往年的股息率 其实都是蛮稳定的 没有太大的波动 所以对股息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留意这家公司 那么Sunway这家公司的未来趋势是怎样呢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标题讲得非常好 Sunway A good proxy to an economic recovery 简单来说 Sunway可以说是整体经济好坏的代理人 如果Sunway的表现好 整体经济也会表现良好 当然同时间 你可以说成是如果整体经济表现良好 Sunway的表现也会好咯 那是因为就像前面说了 Sunway的收入构造主要都是与房地产与建筑业 而这次领域在一个经济周期的复苏期将会受回 因为当经济复苏 消费会慢慢开始复苏与增加 买房的需求会开始慢慢的增加 房屋需求增加 而这也会增加新开发地区 建筑工程增加 增加就业机会产生一连串的 经济效应 当然同时间 这也代表Sunway是一家 周期性行业 那么 目前我们处在的 低利率环境对Sunway是有什么影响呢 对Sunway与建筑业有关的生意 其实可以说是有利的 因为这代表贷款成本降低了 而且当我们省视它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可以看到它拥有非常多的 bank borrowing 银行贷款 占了总体债务的 65% 除此之外 低利率也会刺激房屋销售 而这也会增加房屋需求 增加建筑工程 简单说这个低利率环境对Sunway其实是 利好的 而当我们看上尉第二季度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尉是有大约 54亿令吉的 Construction Audit Book 也就是 积压订单 所以给我们看到与建筑有关的板块 在未来的收入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与担忧 至于零售方面的生意 根据这次报导 我们可以看到 人流与 销量 也有大约70%到85%的回流 当然同时间 由于禁止国际旅行 相信酒店与主题公园的流浪 短时间 是不能回到疫情前 当然我们也许记得 Property Investment 也就是包括了主题乐园 与酒店业务 占了总体盈利的 大约37% 而第二季度在亏损的医疗板块 相信也有回温的趋势 Occupancy rate 入住率 已达到疫情前的90% 所以我相信 来临第三季度的 收入与盈利 大概率来说 应该是会比第二季度 来得好 当我们看近期的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 上尉是有意出售他们 以医疗有关的板块的 20%到25%的拥有权 而相信这可以卖到 大约250 Million美金 这个除了可以帮 上尉制造现金流 其实也让我们可以对 上尉 这个生意板块 进行估值 而以目前 马币对望美金的汇率 我们看到上尉 的估值将会达到 5.2 也就是大约 52亿令吉 除此外 但我们仔细看 上尉 所拥有的公司 我们是可以看到 它是拥有 上尉 的大约40% 而上尉 截止10月23号的股价 它的市值是 4.33 Billion 也就是43亿令吉 而拥有上尉 40%的上尉伯哈 就会有大约17亿令吉的市值 如果我们加上 之前医疗的 52亿令吉 上尉伯哈的市值 是大约70亿令吉 而且要记得 我们是还没有把 与建筑行业有关的市值 加进来 而截止10月23号的股价 上尉伯哈 一股是在 1令吉30% 它的市场价值是在 68亿令吉 那么 你觉得 他们目前有被低估吗 如果你问我 我只可以说他们目前在股价上 确实 是被低估了 但是同时间 我们也需注意的是 在我准备与研究三位这段期间 它的股价的趋势可以说是 sideway trend 横向趋势 不上不下 主要还是因为 trading volume 交易量 不大 而当我们查看三位最近的一些新闻 我们看到他们 频频在回购他们的股票 而这个对有意投资三位 与三位的拥有者来说 是个好消息 因为当股票总数量减少 股价会上升 同时间也有可能是公司内部认为 以现在这个价格回购 是便宜的 而当我们看回三位往年的数据 我们看到其实公司在经营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定与健康 而且在支出上有着非常好的把控 它的利润与收入的比例有在逐年增加 代表 支出减少 是个利好消息 而三位将在2020年11月26日宣布他第三季度的数据 而根据上面的分析与猜想 我相信 第三季度的数据应该会比第二季度来得好 当然同时间 我们也可以留意到底三位会不会继续拍发股息 当然短时间 由于三位公司的性质与生意模式 是不可能回到疫情前的高点 但是个人认为如果你想长期拥有这家公司 以目前的股价可以再进一步自己研究研究 我做这期视频主要还是想要介绍三位这家公司和他未来的趋势 并不包含买卖建议 当然当中也包括了我个人的一些见解与解读 投资需谨慎 独立思考很重要 讲到这边 不知道你们很好奇为什么我不等三位出了他第三季度报告才介绍呢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看了财报季节 很多我想介绍的公司的财报日都蛮吃的 当然同时间我也觉得三位是值得我们在他公布第三季度财报之前 给予关注 当然在往后我打算出一期视频来点评以往我介绍的公司第三季度的表现 如果你对这类型视频有兴趣可以留言告诉我或者点赞来支持 我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你们对上位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生长 如果你觉得我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分享出去 也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不想错过我下期视频的朋友可以把那个小铃铛打开 Stay safe 我们留言期见 Bye Bye 我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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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